新书快报 请专心的回想一下 你的房间是不是到处都是散乱的衣服呢 桌上是不是都是文件 其实你只要养一盆好的植物 帮你从内而外改变懒散混乱的习惯 为您介绍一本书 书名叫做《今天起植物住我家》 为您请到的是说书人吕维正 维正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本书光是用眼睛看就已经很舒服了 因为我看到好多植物的照片 绿绿的一片 而且这些植物各有姿态 让我非常的心旷神疑 我最喜欢的其中一张照片 就是吊挂式的盆栽 它的叶子从空中垂下来 随着冷气摇动 那在这本书里头 哪一张照片是你一看 就会觉得说这个书非要看不可能 对我来说 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 是它布置浴室的一个画面 平常我们去浴室 但就是使用马桶 或者是洗澡 或者是洗脸等等 不会想到有什么其他东西存在 那这张图就是你一进浴室 居然看到很多植物 从地上有一盆植物 到这个洗手台上面 会有两三盆这个小型的植物 然后到这个墙上 可能还吊挂了一些 这个垂下来的植物 这个瞬间也会有一种 好像突然到了另外一个 让人觉得这个很高兴 很轻松 舒服的一个空间 那我想这个情况下 大概去上厕所的话 应该也是比较容易可以出来吧 你描写的好像是那种贵妇级的享受 如果你的卫生纸突然不够的话 也许就可以摘一片叶子 这本书叫做今天起植物住我家 我想照片上的植物虽然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真的养得起来吗 我觉得这个书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指引 就是好像有一些人 他的条件情况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 到底该养什么植物 他会有一个指示 比如说我是懒惰 但是我有个窗台 可以照到一点阳光的人 适合用什么植物呢 对 通常来讲 大家会觉得说窗台应该阳光很充足 但是其实这本书跟大家讲说 其实有些植物 它需要日光照射的时间还是有差的 比方说你有窗台 还可以阳光照五小时以上的话 你可能会适合某些植物 就以我个人来讲 就是我有一个窗台 然后我可以照到五小时以上 可是那接下来他还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空去多欣赏这个植物 还是说你可能就只是把植物放在那儿就算了 平常也没空去管它 那么他就会推荐我说 你可以种黄金蛤 为什么是黄金蛤呢 因为他说黄金蛤 它基本上是偏那种鲜绿色的 就是很亮的绿色 那当然还有些其他的植物 比较偏什么红色啦 白色等等 那他会推荐说黄金蛤就是一个 如果你还希望多看它几眼的话 你就可以选这个植物 哇 我想一定有人是不太看植物 但是需要植物提供它更好的氧气 所以这个植物可以提供的功能非常的多 我在这本《金天起植物柱》 我家里头看到 还有好多植物的不同的用法 例如说可以让小孩观察 或者是帮助睡眠 还有就是有些植物是怕宠物吃了会冲毒的 这些植物的功能都是我想象不到的 对啊 如果是有小孩的话 你可以推荐给它火荷花 那因为这个造型比较特别会吸引注意 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宠物的话 你可能比较适合凤梨科的植物 因为有时候这个宠物在家里没事干 就会到处乱咬 可能会把东西吃下去 凤梨科的植物就是 如果它真的吃了也没关系啦 不会中毒啦 然后另外呢是跟睡眠有关 像我们常听到说 这个卧房里面是不是应该要放些植物 他就会推荐说像虎尾兰 这个植物都是行光合作用的时候 就是会这个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 可是晚上睡觉没有光合作用 应该会吸氧气吧 怎么可以放植物呢 那其实像虎尾兰有个很大的特色是 它说晚上才会释放氧气出来 因为它们原始生长的地方都太热了 它白天张开气孔 连水都一起蒸发掉 它会苦死 所以一个演化的过程 它晚上才会放氧气 若是你放这种虎尾兰的话 它其实晚上会放氧气 才对我们人类这个睡眠是有帮助 我觉得这本书除了知识性的介绍以外 它对于这个居家空间的设计 搭配起来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介绍 例如说如果是厕所这种空间的话 要养什么植物呢 就要那种除臭又可以过滤空气的 那还有哪一些空间是适合养哪些特殊的植物呢 像这个浴室啊 如果想要去除一些异味的话 那这个书里面就会推荐说 像这个观音竹啦 或者是麦门冬啦 具有这个异味的作用 然后另外说像他也会建议说 卧室是一个睡眠的地方 那其实你的心情保持放轻松啊 这样比较容易帮助睡眠 有那种丛林风格的这种植物啊 比较能够让人产生一个安心的感觉 然后最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 他觉得厨房里面其实也可以放 一方面如果你要放一些去除油烟的 你可以放像长春藤 另外他说啊 如果你厨房有窗子 而且阳光够的话 你可以在窗边放一些香草类的 像这个薄荷啦 薰衣草啦 如果你有时候做菜突然缺香料 你就直接把它摘几片下去做菜也是可以 原来这种香料植物放在厨房 还有这样的功能 直接可以拿来做菜 老实说我有一种植物 我看了就不太喜欢了 就是那种黄金葛最常出现在 那个医院的厕所里头 我觉得长得乱乱的 这本书其实有对植物的姿态 有做一些说明 它搭配空间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是各有不同的 能不能分析一下 哪一些植物的姿态 适合哪一些空间呢 其实基本上依照这个植物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树类的 第二种类是草类的 这样的分类主要是说可以做一些搭配 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个一面墙这个地方 你可以放好几盆植物的话 你就可以用树去搭配草这种概念 另外呢 这些植物本身还有一些 就是看起来会有风格不同的感觉 像我们刚刚提到说那种丛林风 那另外像这种热带型的这种植物 它的特色就是从根部就开始长一些叶子出来 然后长很多很多 那另外像这个仙人掌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仙人掌它往往是一根 感觉蛮简单的极简的 有一种现代风的感觉 那还有一些植物呢 它是属于那种好像大明星那种架 它的叶子长得很多 然后放射状 这四面八方到处长 那这样的植物的特色就是 你摆在那儿 大家很难不去注意它 所以就像大明星嘛 所以就是说我们刚提到这些不同的风格啊 这些不同长相的植物啊 它们可以彼此这样搭配起来 那就可以组成一个画面 然后你去看到它 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是蛮美的 会有种心旷神仪的感觉 所以这个今天起植物柱我家的作者 他在设计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那种树形的跟草形的是要搭配用 不要说全部都是草 就看起来乱糟糟的 对啊 然后呢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个颜色可以互相搭配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 有一些植物是这个鲜绿色的叶子 那也有一些是植物是白色的叶子 像有些那种什么空气凤梨类的 它那个叶子就是偏白色 还有很多植物也是偏红色的叶子 再加上大部分的都是这个绿色 暗绿色 所以不同的色系啊 搭配起来也可以产生一些不同的感觉 哇 想象起来这些植物搭配起来 我家已经就很漂亮 我就会改变我的穿着啊 懒散的习惯 这本书叫做今天起植物住我家啊 当我从美好的想象回到现实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根本就不会养植物啊 你要我现在去买一个植物 我可能会把它养死吧 这本书有没有讲说那些新手 应该怎么样挑选植物呢 作者呢这方面他有提到两件事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买这些植物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植物本身 是不是有长一些这种新的叶子 不管是这种小片的尖端 长一些小小的叶子 或是长一些那种比较青绿色的嫩芽 这种叶子都可以 因为这代表说这个植物本身是健康的 有在生长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能在买之前就会先想好说 我家这个位置 想要买一个多大型号尺寸的 这个植物 然后我就到花市去挑了 但是呢其实作者提醒我们说 你想好了大概的尺寸 但是你要买的时候 其实你要买比它稍微小一点 因为植物买回家后 它还会有个成长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买一个刚刚好的 回去之后可能养没多久 它长大就变得太大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放到那个地方 就变得太挤了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 尤其是在厕所 我看到那个厕所里头有植物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说 它会不会因为叶子长太多 然后阻碍我坐到马桶上面了 这是这本今天起植物住我家里头 各种跟植物有关的知识 美学 居家的搭配的一些介绍 今天非常谢谢说书人吕维正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今天起植物住我家 谢谢维正 谢谢大家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